晚间这一消息还要来看到是嘉义县的一名养鸡业者 开着满载机枝的货车要行经国道3号228公里处 结果呢在这个竹崎往梅山路段 疑似因为轮胎过热引发了火烧车意外 车上当时将近30只机都被呛伤烧死 消防队员拉起火线往大后车后轮洒水灌旧 大火来得又快又急 车上的机枝难逃一劫 后轮有起火燃烧的现象 我们就立即出水线防护这些机枝的安全 然后在另一个水线两条水线来实施这个灭火攻击的任务 将近30只机在笼子里一动也不动 白色羽毛还有烧焦的痕迹 有的遭到呛伤有的被直接烧死 在机的部分有一些可能受到烟呛伤的部分 有部分的损失但是数量不大 大部分的机枝都有保全住 这辆满载机枝的大货车行经国道3号228公里处逐起往眉山方向 疑似后轮过热引发火烧车 消防队员紧急派出实车 22人抢救把火势扑灭并疏散交通 还好货车驾驶及时逃出 没有生命危险 真是虚惊一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陈文杰 嘉义报道